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个主日 也是我们的蒙恩的聚集 我非常感谢主 主把很多的可爱的亲爱的 并且是在这里竭力追求的弟兄和姊妹们 放在病序这里 你可以听到他们真正的交通中 你就知道 每一个人在2021年 都是在竭力的追求的 我发觉到我们刚才 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交通里头经历的情况 有些是健康的 有些是职业上的 有一些是家庭生活中的 情形可能不同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一样的 一样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世界 这一个的生活都是叫我们受限制 对 弟兄姊妹们 若是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心意 就是他这些消极限制的情形 对我们是一个有一个正面积极的一种的负担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非常受到鼓舞 天然的人都是想逃跑 最好是我们像年轻一样 我们什么事都不限制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一个情形就是 这一位基督啊 他这位活的主就是那一个士林的基督 他要用这样的限制的环境 要限制我们 好让我们在一种的生活里面 与他一直活在一种的调和的合作中 与他一起生活 这一个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益处 弟兄姊妹们 外面来看我们受了很多的限制 我们有健康的限制 我们有家庭的限制 我们有在生意上受了限制 我们好像受了一些的限制 但是我们在灵中知道啊 这一切都是那个灵啊 他有一种的负担 要用这样的生活来限制我们 好让我们在复活的生命里 我们能够一直学习 是凭着那灵 而不是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过生活 那这些所有的都是有一个目的啊 叫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是越来越被他所扩大 并且被他所充满 那为着这一个的原因 弟兄姊妹们 我们愿意有三个方向 来鼓励我们自己 也鼓励彼此鼓励 到底2022年 我们该怎么样过生活呢 我们确定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叫我们受限制的 外面有很多的消极 有很多的烦恼 有很多的忧愁 但是啊 万有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些消极的光景 有一个积极的益处 就叫我们这些人 能够啊 更多在心道里过生活 那我们怎么样面对2022年呢 有三个方面 我们提供给 所有的圣主们 第一 我们一定要 好好的 在画上下功夫 刚才弟兄姊妹们 很多好的见证 我们要接受主的画 把它画当作我们的真的食物 真的活水 甚至真的呼吸 我们借着这样的画 我们能够进到那一些摸着神的这种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有主的话 我们若是没有主的话 我们就会活在黑暗中 感谢主 每一天早上 若是我们没有一个真实的话 不是这一些客观的话 我们需要有真实的话 我们愿意每一天早上有一种的诚心 让这样的话在我们里面升起的时候 这一种的话就让我们啊 能够拯救我们脱离那一种消极的光景 不管我们的消极光景是 你是觉得忧愁 你是觉得很灰心 你是觉得很失望 但是主的话一出来啊 就叫我们里面蒙着光照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我们里面有亮光 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有主的话 这个是第一个负担 尽量我们要操练学习 每一天都有一些主的话 能够很扎实的很主观的 被我们所摸着 我们若是没有主的话 我们就完完全全了 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啦 第二就是我们需要跟这位主 生活中间跟这位活在我们里面的主啊 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 合适的一种的交通生活 甚至诗篇在这里啊 大卫自己讲 他跟这位主之间有一种的 在人性上面的一种的交谈 愿意我们跟主之间啊 不要把主认为他只是一个外面的 外面的教条或是一种宗教的人物 他真的是活在我们里面 是一位活的主 真实到一个地步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难处 跟我们的困难 我们都可以告诉他 阿们 这一些的个人亲密 私下属灵的一种的操练和实行 就让我们对这位主之间啊 有一种的生活 那一个是在一种地上 却是在天上的生活 这一个不是只是道理 这个是我们都可以主观的经历 对 好不好 所以第二个操练就是 愿意我们在凡事上 大事小事上都学习 跟这位主之间有一种私下的 亲密的 个人的 在临终的那一种的交通 阿们 让我们对他的经历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满 也越来越完整 第三个就是我们需要看见 在照会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需要 我们不是只是个人 我们联于自己个人的小小的天地 主要扩大我们 让我们看见照会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青少年 有许许多多的儿童有许许多多的大专也有许许多多的年长的 弟兄姊妹们 这一些啊 在照会生活里头 当我们被扩大 不顾不是指顾自己 我们愿意能够顾到这些更多同伴人的需要的时候 阿们 你顾到下一代的需要 顾到青少年的需要 顾到年长的需要 这一个啊 他就是在一种的彼此牧养 彼此物息的一种的里头 我们能够彼此受成全 照会生活这一宝贵的就是 我们不是单个单个的做基督徒 照会生活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 都值得我们用一种在新鲜的灵里头 和他们有彼此互相 有彼此富养的生活 下一回当我们 不只我们有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你要告诉弟兄姊妹们 有一种彼此的祷告 一种更多深处的交通 更是一种的侍奉 不是在外面天然的范围中 乃是在临终 我们愿意把身体献上 阿们 当我们这样子愿意 不只顾着自己 我们顾到主的家的需要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主的恩典 就更多的洋溢出来 好不好 所以求主祝福我们 我们再说重复一遍 第一要在主的话上 重复一下 在哪上啊 在主的话上 第二在神人的生活上 阿们 说一下好不好 在神人的生活上 第三是在侍奉上 在侍奉上 在侍奉上 好 愿意主祝福我们 2022年有一个更新的启头 阿们 祝主更多的诗恩 阿们 阿们 Ifre而所 阿们 不乱